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幸福到万家大结局 幸运投靠关涛 韩主任失败 幸福鼓励传家 幸福到万家是由郑小龙、刘雪松、遥远联合指导 赵丽颖、刘威、唐曾领贤主演 罗晋特邀出演的当代农村剧 在大结局里 各大角色将会有什么故事呢 和你想象中的是否一样 迷途之反 是犯错的人 觉醒的时刻 为了良知 要坚持做对的事 哪怕会伤害自己熟悉的人 有时候这样的伤害也是对这个人好 奋发向上 始终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正确方式 来看看大结局里的一些剧情 何幸运决定投靠关涛 何幸运发现 污水处离场肯定有问题 韩主任却不以为然 他称只要证据不在原告手里 就没有问题 为了违法的被告去隐瞒真相 已经超出了何幸运的底线 他感到很羞愧 何幸运打电话联系何幸福 称自己不想当律师了 不过 何幸运很快就有所醒悟 他认为逃避不是理想的选择 应该勇敢面对问题 继续做好律师的职责 何幸福很高兴地听到 何幸运说自己要做个好律师 何幸运向韩主任提出辞职 并向他说出了心声 要努力坚持做正确的事 并且勇敢放弃做错误的事 韩主任有所挽留 但何幸运也不再留恋 何幸运主动找到关涛 希望加入他的律所 关涛一直认可何幸运的能力 如今他愿意不忘初心 决定接纳他为律所的新成员 万传家被父亲送上法庭 闷葫芦把废水处理的资料交给万善堂 这是证明污水处理厂存在严重问题的证据 同时这个证据也会让万传家坐牢 尽管对于父亲来说 这不是滋味 但是万善堂决定把万传家送上法庭 韩主任在证据面前 终于被打败 输了官司 万传家得知父亲的做法后 内心感到忧伤 但也理解父亲一直想当个好领导 万传家表示 自己起初确实不知情 父亲相信他的话 并说儿子是因为有失察之责 之后又有隐瞒之罪 应当受到惩罚 万善堂自则没有交好万传家 而儿子称自己一直想努力有所作为 以得到父亲的认可 结果不但没有把事情做好 而且做人也很失败 父亲则说 儿子本质上不是坏人 父亲会等着他回来一起过好日子 和幸福成为村里心的带头人 万善堂要去探视坐牢的万传家 和幸福把一些书籍交给万善堂 并说让万传家在那里也要好好学习 等归来后 接着和大伙一起为村里做事 万善堂提到万传美 说他在支教的地方 也对民宿感兴趣 想向和幸福请教有关经验 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和幸福说王秀玉在大学旁听 他想自己本科毕业后 将来还计划考研究生 由于和幸福对万家庄贡献大 万善堂推荐他做村里的新带头人 在大会上和幸福发表讲话 他说万家庄被评为最美山乡 这是所有干部与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成绩是来之不易的 不过和幸福提醒大家 荣誉之代表昨天 今天开了庆功会后 就要把荣誉放下 整装出发去创造新的成绩 让家乡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以上是大结局里的一些内容 你对此感到满意吗 我总结几点 首先 不要做超出底线的事 和幸运最终看清了韩主任 决定离开他 从此会有更大的进步 和人品差的人交朋友 如何对这样的人产生信任呢 只能远离这样的人 做事也一样 违背良心的事 坚决不去做 这不只是为了更加安心 而且还是为了长远考虑 坚持底线的人 会有更好的前程 其次 做错事的人就要受到惩罚 万善堂把万传家送上法庭 是对儿子的惩罚 也让韩主任付出了打官司失败的代价 只有对犯错的人 实施惩罚 他们才会知道故意做错事是严重的 有的人会因此醒悟 而迷途之反 如果不愿意改正错误 必然会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最后 奋斗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好的成绩需要努力付出 而不能光说不练 经过大家长时间的艰苦奋斗 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 并且不断产生领先世界的科技产品 这是我们国家已经做出的一些伟大成果 未来必然会更加令人期待 努力不会立刻见效 但是打下坚实的根基 可以及大地提高成功率 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保持克服困难的毅力 才能在逆境中继续取得新的成就 感谢观看